韭菜鸡蛋的这个薄皮水晶包 哇 皮包馅多 韭菜鸡蛋 然后粉条 这个是韭菜鸡蛋 这个29块就发两包 配料里面的话呢 没有防腐剂 然后就是一些小麦粉 鸡蛋韭菜 跟一些调味料 配料很干净 小孩孕妇都可以吃 直接不用解冻 上锅蒸就可以了 不辣哦 我这个是另外自己倒的辣椒油 嗯 好吃 拜拜 薄皮小包子粉丝 粉丝肉鲜了 皮超级薄 鸡菜鸡蛋 韭菜鸡蛋 鸡菜鸡蛋 香辣粉是肉的 你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9块9两包 直接冷水上锅 蒸个大概8分钟左右 不需要解冻 不需要解冻 我自己在吃的時候 我一口很想吃 我會說什麼 我會說什麼 我會請你吃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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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皮薄馅多 吃一份这个饺子 配了个香腊木瓜丝 现包的 猪肉满直线的 这是芹菜猪肉 香味格的木瓜丝 19块9两瓶 每关300克 它就是香辣口 不甜 也就是香辣口 你还可以吃呢 羊肉满肉 拜拜 母子生煎包 不要看它小 里面这个肉馅还是很足的 里面是牛肉 鸡肉的 29块9一包 一包的话是两斤 然后我刚昨天数了这个一包 一包里面是有101个 你们输到货也是差不多这么多 因为它是按筋算了嘛 长起来不知道吃什么 可以把它煎一煎 然后给做早餐 好吃的 好吃的 鸡肉里面是最 fait做的 但倒霜 一个 有一毛 有一毛 一毛 一毛 三毛 三毛 一毛 一毛 二毛 一毛 二毛 一毛 二毛 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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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毛 二毛 一毛 一毛 干拌的这个水饺 这个水饺是现包的 放点这个辣椒跟葱花拌一拌 芹菜猪肉的 跟这个马蹄韭菜的 好吃 我这个辣酱放的是古德纳克的 19块就给大家发10罐 这是一罐 19块就发10罐 每罐都是这种密封包装的 里面是香菇跟辣椒的 微微一点点的辣 小朋友都可以吃 然后还会给你加送两个盖子 就是比如说你这一包打开之后你没吃完 你可以拿两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放冰箱就可以了 香菇鲜椒酱 它这个酱你可以拌饭拌面 蘸饺子都可以 你不能吃了 你都已经吃过几个鸡蛋了 嗯 很酱 很酱 拜拜 坚持这个专菜会的这个大骨头 配点这个蒜酱 东北的这个酸菜 看这个酸菜四 香 香 嗯 好吃 配合这个酸菜 这个酸菜 你可以包包子 包饺子 东北的那种韭菜 那个酸菜猪肉的 就是用这个酸菜做的 然后或者这样 汇大骨头五花肉 放里面汇一下 就可以好好吃 鱼园酸菜 这个酸菜是老品牌的 东北大品牌 基本上我觉得东北人 应该都知道这个鱼园 放点粉丝 放点啥都可以 还有 很好吃 酸菜 酸菜 陈底 孔子 就是 加点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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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南方的朋友可以拍一单这个尝一下 因为这个跟南方的酸菜是完全另外一种味道 配料表很干净的 我上次看过了 大白菜水食用盐植物乳干菌没了 满足 再搂一块 这个等下吃不完不用担心 下一顿再吃再获一下更入味更好吃 今天吃肥脂米线 嗯 我也好久没吃了 这不辣啊 它鲜香口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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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